淡水的移出採接是每年10月老街的一場盛事 而近年的活動即將在週六下午登場 為了確保活動完美演出 從上週開始 在淡水的各個中央路口 都可以看見交管的相關排面 淡水警分局交通主委表示 活動當天淡水區也將實施嚴格的交管措施 那本分局淡水分局這邊 為了當天的活動能夠順利的圓滿 在中正路老街實施交管 那沿線的進入老街 總共設了7個管制點 那呼籲當日的駕駛朋友們 如果是說有開車或騎車來的話 請注意一下我們分局的網站 都有可以去上載一個 上面所謂的停車的地點 有別於往年 今年的路線是由觀潮廣場 走到捷運房的入口一向廣場 整個路線都是在中正路上 平常就是交管範圍 因此對市區交通衝擊可能不大 但是中正路上的路邊停車格 當天是禁止停車的 分局也表示會從早上開始強力宣導 並且在中午開始加強偷調 那當日的話從中午12點起 那當水分局這邊就會開始進空 中正路老街所有的汽車 那也就是說從老街的起點水域會開始 一直要當地檢驗站 整段就會進行的進空以及禁止停放 包括我們路邊的機車停車坡 都會全面的一致 警犯局也呼籲當天如果要騎乘機車 前往老街的民眾可以多利用捷運站的 地下停車場 或者是文化路上的文化機車停車場 並且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使用 大眾運輸工具前往老街 以免造成交通用舍 熱情部位 淡水採訪報導